接下来我们这边有三节 因为我插入了两个分节 所以我们总共有三节 然后针对这三节 我们要有不同的页码设定 举例来说这个不要页码 好,那我们就直接从目录这边 来去插入个页码咯 所以插入页码 选择页面底端 这一个 可是呢,你有没有发现 因为我刚刚选到这个地方 因为不灭页不能有页嘛 所以它干脆就变成地灵页了 这是不是第一页 也不是耶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有多了一个铜钱 好,然后接下来这边 没有 好,钱不管 这边是不是也有铜钱 所以地灵页 所以这都是不对的 可以吗 好,我们现在要分别设定 怎么分别设定 其实你刚刚就算不操入也都无所谓 首先,我们一定要从这一节开始设定 这边是不是三节 我要从这一节开始设定 因为它有一个很讨厌的功能叫铜钱 对吧 如果你设定好它 它是不是铜钱 那你要怎么设定 那就跳进一个无穷魁圈永远无法完成的境界 所以一定要从这边开始设定 听不懂吗 听不懂我 我也不知道这一件事 从第三节开始往前设 好,所以我们现在在第三节 第三节 第三节首先把这个内容 把这个内容有看到铜钱先关掉 铜钱先关掉 然后请把它改一下我们的夜码 我们夜码的格式 我们要用一二三 还有我们从几开始 从一确定 这边是不是好了 一 这个请把铜钱也关掉 然后麻烦请插入夜码 夜明已关 是不是就叫回来了 那这一定是三 然后这一定是四 这一定是五 可以哦 好,那我们的第三节是不是设定好了 节三的夜码设计好了 节三的夜码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设定什么 这个节二 所以节二这边 节二这个夜码 铜钱先关掉 反正就不能铜钱就对了 然后接下来它的夜码格式是什么 它的格式要I I再稍微下面 那其实夜码要从一开始 确定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 这个的铜钱先关掉 那你会说 那你会说先关还是后关 你先设这个插入夜码 还是先关铜钱 答案是先关掉铜钱 先关掉铜钱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插入夜码 页面比方选这一个 这边是不是就变成Ii了 可以吗 显示比例稍微放大一点 那是不是就变成 这是内文 内文的第一 第二 第三 好那我们吃个晚上 来去看目录 这边是不是目录的第二页 然后目录的第一页 然后接下来 这边是不是不要有 请问它有没有铜钱 没有 第一页不会有铜钱 然后因为它不要有 页嘛 所以就直接给BIT就好了 对不对 好那假设万一 你改变主意了 你要把这个地方 你要放一个 就是蜂蜜叶三个字 那你就自己再去打字 或者是假设你要放地灵叶 我也不反对 那就直接插入这边的叶 自己再加进去 可以吗 你不要想说 那难道说就不能放一个什么地灵叶 可以 没有人这样放就是了 好 那各位 我就先设定到这个地方 页嘛 是不是就完整了 所以我们要到 页手页文工具去关闭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封印页 封印页没有页嘛 目录第一页 目录第二页 内文第一页 内文第二页 内文第三页 内文第四页 意思不可以 我就不给你们看完了 那可是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要改 就是目录 目录是不是应该要去做修改了 不应该是从什么三开始 应该是要从几开始 一 所以我们去参考资料 更新目录 更新整个目录 确定 你看这不就不可以成功 一开始了 随着你分结图号设定完定之后 你的页码设计